最后一期了 决赛了 我真没想到我真的能进决赛 我当时说我要一路敲进总决赛的时候 不是这么想 决赛了我觉得 我必须要讲到我真正感兴趣的话题了 就是谈恋爱 我这一期怎么搞的 我都到决赛了 我竟然没有讲过谈恋爱 我明明最擅长讲谈恋爱 而且我就真的喜欢谈恋爱 我根本不喜欢脱口袭 我就喜欢谈恋爱 我从小就这样 而且我谈恋爱特别投入 从小就这样 我都不用真的谈恋爱 我只要开始暗恋别人 我的学习成绩就会直线下滑 从全校第五十 马上掉到第五百 我妈说咋了 这孩子你是不是沉迷于游戏了 我当时想说是 爱情这场游戏 她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想各种办法 然后就天天逼我喝牛奶 天天比我喝牛奶 结果越喝成绩越差 因为她不懂 牛奶喝得越多 我的身体发育就越好 我身体发育得越好 我就越想谈恋爱 而且我谈恋爱有一个原则 就是我一定要主动地追求别人 因为我只想和我配不上的人谈恋爱 就是当我和我男朋友同时出现的时候 我不想听到别人说什么 他们两个看起来好般配 这是男才女貌 我觉得不好听 你知道吗 我希望大家看到我们的时候 先沉默 然后过了几秒钟说 这个女的有点东西 还有好多那种劲儿的东西 这是我的梦想 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谈恋爱真的太好了 谈恋爱就是怎么都是好 不管你谈得好或者是不好 都一定是好事 就如果你谈得很顺利 你就很幸福很开心 然后你最后就顺利地结婚了 但是如果你谈得不好 也是一件好事啊 我从小就一直在幻想 如果我男朋友出轨了 当街被我抓到 该是一件多么爽的事情 就是我这辈子就没那么有理过 你知道吧 我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 无情地指责他 侮辱他 他没有办法说任何事 他见到我的时候 那一瞬间一定很慌张 眼神里都充满了恐惧 你知道吗 说话都开始结婚说 我啊你啊你不要会 我们只是朋友 这个时候我根本就不听他说什么 一甩我的秀发 然后BGM就在我身后想起 就是那种 我所有爱执着的痛 怎么这是 这多好啊 这才是生活 你说你谈恋爱图啥 不就图个热热恼恼吗 所以我跟很多女生一样 谈恋爱的时候都喜欢逛街 不一样的是 她们都是和男朋友一起逛 而我是自己逛 我就不信我抓不到 真的 失恋也不可怕 没什么 被抛弃也不可怕 你们看过电视剧吗 你们发现电视剧里 每一个人 每一个女主角走上人生巅峰 都是从失恋开始的 就她都是先是被抛弃 被伤害 被欺骗 然后就突然就奋发图强 换了一个发型 你知道吧 然后就 就每天发奋图强 变得又有钱 又漂亮 又成功 所以每次我朋友跟我说 杨丽 我男朋友好像在外面有人了 我都说恭喜你啊 姐妹 你好日子在后头呢 但我觉得 说了这么多 都白说你知道吗 我最近觉得我已经没有资格谈恋爱了 我觉得不会有人再爱我了 因为我最近睡觉开始打呼噜了 可能我很早以前就开始打 只不过这几年一直没有人有机会听到 谢谢你们 你们不懂 打呼真的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它是一切浪漫的终结者 女生打呼 打呼就跟攻击打鸣的原理是一样的 就是都能让一个男人瞬间清醒 前几天吧 因为进了决赛了嘛 我就很开心 然后我就想说 叫几个朋友去喝酒 庆祝一下 然后我就喝得有点多 结果就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男生 送我回家 然后第二天的时候 我就衣着整齐地独自在床上醒来 然后我就给那个男的打电话 我说 首先是这样的 我非常敬重你的人品 我说以后你在我心目中 就是一个大写的人了 但是我依然想问你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you 他也很诚恳 他说 我本来也想了说 要不要来留下照顾你 毕竟你喝了那么多 你知道吗 我感觉 你要睡着了 吐了 再把自己枪死 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 没过几分钟 你就开始打呼了 而且你越打声音越打声音 我觉得这么粗壮的喉咙 应该是枪不着了 他说 你怎么能打那么大声 有一个电影叫《集结号》 你看过 为什么 为什么我年纪轻轻 我还没有谈恋爱 我就开始打呼了 Why What happened What's wrong with me 你们是不是想不通 我为什么要一直说英语 因为我不管要打呼 我还要打广告 这个广告还挺啊 五一talk在线青少儿音乐 这人外国老师 一对一教学 青少儿的时候来学 长大以后 连打呼都是纯正的英语 现在下载五一talkAPP 还能免费试听 我终于念到商务了 一记了 这是我第一个商务 别人都念过 结果我没念过 我想说我一点商业价值都没有嘛 反正这个比赛呢 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就这场演出 应该就是我这个比赛的终点 但是我会让它成为我人生的新起点 我以后人生没有比赛 我只有两件事 就是谈恋爱和念商务 而且这两件事排名不分先后 谢谢大家 我是杨丽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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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哦